强阵伤亡数字持续升高的背后 是越来越多支离破碎的家庭 居住在叙利亚拉塔吉亚市的 9岁小女孩法特梅 在本次地震当中 失去了所有的家人 成为了一名孤儿 躺在病床上的小女孩 就是法特梅 地震发生时 还在睡梦中的她和家人 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下 我女儿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下 我女儿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下 我母亲的小女孩 爹是这个性的 如果我每天都被带了废墟 我跟一头都被吵上废墟 就被困住了废墟 我叫你来个广大鞋 那我跟那儿都被拧着了 如果我真是他 那时候就被地震当了废墟 我跟那儿都被建立了废墟 那时候把我建立了废墟 那儿都被毫不得了废墟 我跟那儿都被建立了废墟 发特梅被从废墟中解救了出来 当他后来得知自己是全家唯一一名幸存者 发特梅的伤势能否完全恢复目前仍不清楚 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家人的他 今后将如何生活令人揪心